下課囉 通常學生一下課就會往福利社跑 仁愛國小的同學卻是往操場的方向跑 這是因為在21號這天 仁愛國小有舉辦一場小型的義賣會 這些可愛的布偶以及文具 都是由各界所捐贈出來的 在而學校的義工服務媽媽與爸爸 拿到操場這裡義賣 這是跳蚤市場 義賣 那你們都要挑選你們喜歡的環境嗎 是 很可惜 那你們這個義賣 你知道有什麼意義嗎 知道 變成個慈善團體 做愛心 我們也希望說小朋友呢 他們從小就能夠養成跟我們最有名的學姐 我們陳樹菊阿嬤的精神一樣 從小就懂得如何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愛與分享 這是我們這次活動的主要目的 這場小型義賣會的活動 讓同學們各個是看得興高采烈 選購自己喜歡的物品 而且消防還會把這場義賣會的費用 全數捐給公益團體 更是要教育小朋友們 有一種發揮愛心的崇高意義 東台新聞溫格台東市採訪報導